一人王陽明熱愛改車玩車 也收集了不少車款 時常透過社群分享相關內容 信大批網友關注 日前他分享一段影片 透露自己的800萬愛車 被開去跑山時 因為車子底盤太低 導致車下巴被撞掉 雖然可以長行塞回去 但是車子發動後 車下巴又會因為震動而掉落 他在影片中露出無奈的表情 最終拿出30元的透明膠帶 將車下巴黏回去 遭到員工笑虧 原來改車都是用膠帶改的 王陽明則機動表示 這架手工改車 引發現場報效 原來改車都是用膠帶改的 你們懂不懂 這叫手工改車好不好 所以總共花了多少錢這樣子 膠帶30塊 王陽明分分笑稱 這次的改車真的是經濟實惠 終於由我買得起的改裝品了 大家趕快學起來吧 兒子 電影 唇